第3场赛事 第三场赛事 三班千二米 这场都挺多的初出马 好像5号的喜字簿 试集都挺吸引 可惜排着十一档 看看报名如何发挥 八卦大千世界 来自随意细码房 十号好语义 十一号光年八十 还有十三名森之余 这只配家里 不过赛前的试集都是家里 这场算下去年年有刑 应该容易买到难 不过有它在,通常的捕捉都正常 很多初出马都是大赛日 传统都是强中强的 很多好赛绩的马一起对类 这场都是不例外的 《横汉今朝》、《黄黄神区》一队 档位好像《横汉今朝》入少少 不过有些挑剔就是停货 但落场跑最厉害的 《横汉今朝》 你看到两场四班 由一千上千二点马 经常都说会有点难度 上次,其实它最后的飞不是很硬正的 退飞移到三十五元 它一对前脚 向来都出得不是特别吸引 即是骑下骑下那种 但一骑下去,一折下去 它是给到它的加速的感觉 是很强的,很上性的 功夫方面 即是上次跑完不久 之后就已经开始少少放缓 但其后的一个月 正正常常做两货大集 又重化,又试过谷杂而来 它的姿态都是轻松的 至少一比下去 马是点到即止 有反应 当然你考虑一点 就是四星三这个难度 对着旺旺神区 不过又这样看 旺旺神区又有出闸的毛病 而它呢 还看今早就抽到中内档 感觉上的条件 就安心一点 上次一百三十四 看后面二三名 全部都再赢 即是一个水准都不错 它是很轻松的姿态 那这一马都很厉害的 看看判断今次 会不会吃到那些旺旺神区 排外档的优势 不过旺旺神区 又是很厉害的马 出闸这些很难说 因为你见试闸 第一次是不行 第二次是没问题的 上次都很厉害的 赛前试了两货闸 又是有少少慢闸 这次当然有头罩 不过看回 上次真是以超班的姿态赢马 要看回当日 3月19日 刚才说 那天的A蓝 前肢、贴蓝、二叠都好少少 你说外叠的话 其实后面 跟着外叠的马 很多都已经交到表现了 旺神区 其实都不需要什么跑法 在中间游走 在外面 一拿正的平衡 就冲赢了里面的马 后面有一些 勇敢梦想 之后跑得好 最重要是 今次究竟出闸有没有问题 因为除了试了两货杂之外 还带了草杂 希望可以改善到毛病 你选择大赛日 当然是想拉头马 但又不太好彩 排着十三档 可能今次都要在外叠游走 我选得很快 我记得潘顿第二次跑谷草 选了重心 结果原来之后才赢几边 急了 大赛马真的是好马 今次都要留意 很多初出马 和他选了名心之鱼 刚才我都提过 就是赛汉 今次有很多北半球马 我觉得他也有些计划 大家一招一招 都是操练功夫 都一样而来 有些都拍过天进堡 今次就迷门 拍过那些至尊高飞 前面那一匹 色水无疑是淡的 但他还挺好斗心 你看他试一零五零米杂也好 千二米泥杂 最后那一货千二米泥杂 他就没有刻意比 因为旁边有一只马 就迫着他 所以他就按住 但你前一货的千二米杂 挺好斗心 是挺肯定的 还有这件衣服大家都知道 都是赛汉汉的多年勇等 而且也来得比较早熟 早化勇的马 虽然北半球三岁 但我觉得他也算是来得不错 所以冷门加利 真是不太胆 配脚 配脚加利就可以 这也是马主自己的马 不用担心勇残才拿过来 还有一只马主自己的马 喜智宝 这是南半球马 这只很有名气 昆士兰 先看他跑 初出他两岁开始出道 三场全胜 这一场是3月5日 图文包昆士岩场 其实这一马 早段速度 他可以跟着 他不是一只前竹喷射的马 是跟马跑 但赢完这一场 之后 其实联马斯打算跑金拖鞋 可惜当时的地坏 他没有跑 但你看到这一马 之后两场二级赛 都是跑变化地 他都近的 来到香港 很心急的 都要做事 但你看到这一马 虽然你说是年纪三岁 其实这些巨虎的马 就很早熟 整个骨架 形架都出来了 这些货 就回来到香港 在跑马地试一货 谷杂交眼罩 你见报名 都是 手动动动动 但这只马 当你一给指示的时候 立刻加速 如果你看到这 好像还没上来 但过了中点之后 他就轰轰轰轰 鱼势都很好 这些巨虎的马 方家帕 好识练 村河首区 一出你们不信 千亿立刻爆 虽然今场有两只大马 但这些马 这么好质素的马 用到报名 我觉得都要先买 我博下猛 有一只云来勇士 今次加面枯 我看回外地的赛绩 第一 面枯除了赢买配备之外 我见他最近试集 早段都放在前面 末段没什么期 试集就由他 加上同场 不算很多快马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冲到游离一直 或者三四重彩 在这场我们选什么马 这场是博下一只喜至宝 初出有些分头 上手练马斯高两能 也很不舍得 找到来香港服役 但没办法 应该在香港有这些工业 今次先等着 如果你说银铛 或者走投 我先要一只环汉今早 虽然他上次跑完之后 隔个休息时间都比较长 但骑游上重化 操练也开始正常 其实贵美很多这一类型的马 年轻的马 我觉得还比他休息久一点 先再跑第三鞋 也是一件好事 上次是极快时间夜马 在这四班一分零百秒百多 可以完成时间 一点都不简单 后面多多配合 全部都赢了 所以很简单就先走他 往往神区就是看出站问题 但有些配具 一只马就再留意多一次 上次在这个节目也推介过 就是雀燈 回到来一千米直路菜 它在内南就不上不下 看回它 始终可能外地 再长一点都可以 所以看看这只雀燈 有没有满满的机会 雀燈上次真是绿灯 我自己也是顺席旺旺神区 不是三班马 用单式马胆二重彩 偷回四号、七号、十四号 接着看看第四场赛事 第四场赛事 就是四班千四米 初出马是七号的砖石福将 应该要越跑越长 所以初出已经跑千四米 这场算下去 看看妙玲珑会摆前 缩程的又合客行 赤兔后黄 两次抽档位都挺好彩 上次三档 今次一档 幸好一不离二、二不离三 赤兔后黄 今次一档 看上一次 找回田坦安扒 很多 后来都落飞 初出中逆离那场 手忙脚乱 马就未必发不够 最高水准 上一次 但我事后看这场马 其实我不知如何称水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输给无敌勇士 第一 那只不是年纪比较大的马 第二 看后面那只佐治勇区 又赢了 如何称到高还是低 水准 如果純计的马来说 赤兔后黄 它也是一只不错的马 当然周水界也不便宜 买到回来 也来得很快 我经常说这一匹马 有些像高东来以前的 伊朗 即是同一个富系 如果是的话 今次和蔡明晓 摆到前走 应该都很跑 那些都是信可成真的 子字 全部都摆得很韧 我也是少少和你同一样 不太懂得称上次的赤 因为后面金发银化 上次那场已经是比较有形式的马 但仍然只有紧颈四 但佐治勇区 一个星期之后 就增程去赢马 所以 又会一档 也很跑 赤到后黄 不过这组大家要留意 千四马迹 没什么 懂得赢的 只有一只飞天剑 有形式的马 那四起了 一天一出 在黎超声马房 已经可以先交代 上次A加三难 4月2日 当日时间也是很慢的 已经比较你居中后上型的跑法 事必飞飞 也变省 他就赢着马林 马林刚刚也成功保重赢 上一次他的难度 四起了他是第一次增程 其后黎超声 你看他的出击功夫 很多时候 都是跑之前 又整多放加油杂 甚至乎换配件 黎超声马房都挺流行 这一套 今次是脱面箍 试一下套个眼罩 给他 令他的情绪 他会不会再集中一点 因为他跑之前有点噩头 是希望这个顶绑 不要影响这三岁马 希望不要变得太多 因为我记得加面箍 第一次又不行 今次又加眼罩 希望都可以 再加了一只奥游天下 我又跟了两次 今次赛前都做一份货集 也是吸引的 如果不吸引 上次不会是18元 结果上次有点藉口 提铁移了位 好像穿鞋穿得不太正 不太顺 出步起上来 事后都做一份泥杂 你看这些货集 早段有些困失 但是你拉着一看 都自己飙上来 其实这一组都挺强的 马精算谋略 外面特别美丽的一组 回来 刚才有余势 这些也是 跑1400米 如果看回不惜代价的 那些马 在澳洲都1200 1400都没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 大家都在跑法上 后追就比较好 看看这场 够不够部速 应该看来 都有一两只快马 如果外档架 可能都会遇到田太安 会失少少脚情 但是有时候 阿兰里面会塞镜 外面走进冲 可能会好 姚本辉 那些澳油气泡 不是初次增情 跑得好 看看这只澳油天下 可不可以是这样 当然明天的焦点 就是莫雷拉回来 方雷沛以往很努力 这只川河灌区 减够分了吧 我们开始都已经打撞船风 看这只川河灌区 我知道阿佳 好像经常说 他没什么缘分 是否经常都靠一靠一靠一靠 我以为这场赢 中央冲出来 没有选择 你就赢 结果不是 这些马 力短 而且轻轻都需要大师傅配合 你看陈家智 比下去 那只马 骑下去有些浪 但是那只马 真的交给你那段力 大概百多米左右 陆档 相反 真的可以隐隐 最后那百多米 才移出来望空 都未遲 看看是否莫雷拉的功力 是帮到村航管 他只是拼这点 看看是否宿情赚吸数 那些一里缩下来的 千四 看看这场我们选什么马 这场就选择练赢位 可能几只都比较容易 四喜了 赤兔猴王 还有奥游天下 赤兔猴王 看看是否自己都可以 跟得前些 始终用了一档 而且马开始不断进步 没有波勾 有只配角可以留意 整组只有这场马 是赢过千四米的飞天剑 虽然这次赛前没有上重化 但上次其实在跑马地 一样有追势 我们配角要他 这次第二口马地有多宝 所以我准备了深水给大家 第三场用1号做胆 拖2号、5号、7号、9号和13号 第四场用6号做胆 拖1号、2号、5号、9号和11号 稍后回来看看其二场次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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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